1990年啊,陈小旺开始在海外开拓中国太极拳的市场,成立了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,那么巡回欧美亚各国推广传播太极拳,每年的行程的至少等于绕地球两周啊,可谓是为太极拳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 在国外做推广,首先要树立太极功夫的威信。陈小旺起初一段时间,经常要面对一些前来切磋武艺的独肃之客。在日本,陈小旺就曾遭遇了东洋武士的挑衅。 江口云章穿着武术衣裳,长头发,比较壮,比较有名的,听了得很野蛮。 一天傍晚,在东京的一家酒店门口,江口云章突然对陈小旺发动攻击。 江口云章,他一圈打过来了,他一打过来了,他一打过来了,一打过来了,我这一转身,全擦到这个地方,我想着停止,我想着停止,在这一瞬间呢,他一伤步,一直到这么打过来了。 一打过来了,我一转身,一手打,突然载到地下,一载下去,我去拉他,我不像那种台计划,矛盾台计划,一看他练轰着,脖子都轰着。 那些日本人说,你失败了,你丢人,你不将力矛。 他想,哇,他跟他老虎搅换了,他又说的傻。 后来那翻译翻过来才说,他对着那些日本人说,无死,日本的无死。 我可以,钢刀抛伏自己,我不能忍辱。 像这样比武切磋的事情,毕竟是少数。 在国外,陈小旺遇到的大多数人,都非常喜爱太极拳,这种体现东方精盛的中国功夫。 2001年4月13日,杰克总统瓦斯拉夫哈维尔,在首都布拉格总统府,亲届会见了陈小旺。 并与他进行了亲切广泛的交流。 佛家大概有三四十分钟。 你想,道学呢,佛家他都知道,知道他不会知道很深了,他都知道。 我的太极拳和道家佛家都有一定的关系。 中国的话,他的一个体系,都受阴阳学生实现的影响。 会谈期间,哈维尔总统还表达了想学太极拳的愿望。 那么他就问我,太极拳呢,你能不能用几句话给我介绍一下太极拳。 我说太极拳呢,所以中国的阴阳学生里能根据一种特殊的运动方法, 通过这种运动能保持心理平衡,循环系统正常化。 哦,这样的吗?我又喜欢太极拳。 如今,陈小旺的弟子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。 每当他返乡的时候,弟子们就会从各地云集到陈家沟, 按照中国传统的武林行规,拜师认阻, 正式成为陈氏太极拳的入室弟子,加入陈氏太极拳的大门。 加入陈氏太极拳的大门,这就要入室弟子。 如是弟子的本意呢,让我们更加团结,全心协力, 共同推广太极拳,使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能享受到太极拳的好处。 上前两步。 按照拜师程序,弟子们每人先要将一份手写的拜师帖, 成交给陈小旺,表示要像陈家后人一样, 遵守祖训及各项规章制度,拜他为师,学好太极拳。 陈小旺一一接受弟子们的参拜与请求, 并授予他们陈氏太极拳入室弟子的证书。 在这一刻,这些不同国家,不同肤色,不同文化背景的武术爱好者, 在黄河边上的这个小村庄里,结为陈氏太极同门弟子, 彰显出中国功夫的超强魅力。 我感到很高兴认为与其他专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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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实际上,我们的满港与其他专门,